哈囉大家好我是達克 今天要來講到數第二天的 紀念卡池囉 地層蟹後版 那這次講的就是劇場版的接續角色 阿斯菲跟奧他 然後這個卡池只會 的 1跟5抽只會出 奧他跟 Hestia Hestia是雷屬性會需要 擁有的 除非你已經有那個萬聖節媽媽 就是15%HP 敵方雷耐又降低的話 那你可能就不太需要這隻Hestia 對然後他是 力量型的 然後阿斯菲呢 全體Counter跟回復量減少 35%還不錯 缺點是平衡型 然後敵方力量 敵方35%魔法無效 要富裕 OK好像還好 我方全體阿 這樣還好 單體雷屬性攻擊 一個威力 喔 回復量減少一個效果就有60% 那如果有兩個的話就是120%吧 一個如果說有辦法是一個被 支援者一個是主動者 可是我好像還沒看到支援者有 降低回復量的 有的話我可能忘記 如果有的話麻煩在下面留言 也提醒大家 奧他 一直都是最強的冒險者 必殺氣35%氣絕 阿斯菲是魔奈跟物奈25% 減少也還好啦 然後他是純物攻 非常強 第一招是挑釁 全體的喔 第二招 喔 真的現在是越來越多反客的阿 全體HP治癒效果跟全體Damage減輕效果解除 助理 支援者技能除外 然後第三招 敵單體 不可尬的綠 雷屬性物體攻擊 還OK 如果真的要我會想擊out他吧 其他還好 這剛剛講過了 然後這邊的第一抽跟第五抽 是阿斯菲跟阿爾提密斯 那這個阿爾提密斯 平均型的 耐久比較高 力跟魔是一樣的 然後 5% 防碎跟防條 可接受 是個 兩個 這兩個也是算是 會用 會用到的 所以 如果你不小心入手 也不要覺得太難過 大概是這樣 就這樣吧 那這次我也不會抽 就謝謝大家 我們大家下次見 喜歡影片有沒有訂閱按讚分享